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2023年的6月24号 欢迎回到现实人生 回到现实世界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么六周旬主要到了 总是会出现这些意料之外的插曲 那么这一期的这个事情呢 完完全全就是意料之外的插曲 我们这样讲嘛 我们不怕神一般的对手 对手多厉害呢 哎呀这个过去跟他比较过了就是了嘛 但是最怕是什么 最怕就是诸一般的队友啊 诸队友啊才是最可怕的 你对手很厉害呢 对手越强我们越强啦 越打越爽就是这样子的嘛 但是呢 队友呢出现猪队友呢 哇老耶 我们这边打到棒死啊 连那个猪队友给你搞一力就输了 所以最糟糕就是出现这个猪队友 你看我们一一一九大选之后呢 你看我们啊那个天天流汗啊 流了几天啊 哎呀总算那个安华呢 总算安华明明强强的 坐上那个首相的位置啊 他真的是简直就是活力赶宰的知道吗 但是呢偏偏呢 这个这个火箭里面呢 那个嘴套呢 啊 那个嘴套呢 又出来讲话了 讲到现在啊 哇 哇 那个那个 那个巫统啊 全部 整个 他 他 那个 火箭那个 Toni Pott 哇老呗 他去讲那个巫统呢 叫那个汤污联盟 啊 现在还来讲 讲到现在巫统的反应很大 啊 最大的一句反应呢 就是讲 史莱登2.0 啊 假如史莱登2.0 发生了 就是你Toni Pott的那个嘴巴搞出来的 跟你讲了 其实这个Toni Pott呢 他这个人呢 到底到底有多严重 知道吗 啊 我们讲那个老马啊 老马他几乎花了一辈子的那个力量呢 他就打压过 打压两个年轻人嘛 一个就是安华咯 然后一个就是阿杜拉的女婿凯里咯 啊 这两个人呢 给老马呢 哇老马真的是 那个凯里 你看凯里呢 每一次他巫统寸举 都是老马进去弄他书的 啊 老马就是不可以给凯里起来 然后安华的故事你们不用讲了咯 啊 跟他还关进监牢里面 那么 还有一个人呢 啊 老 得罪老马得罪到什么程度 知道吗 啊 老马为了他啊 写了一本书出来啊 啊 就是老马上次出了那本书 老马上次出一本那个新的书嘛 整本书就是拿来骂 Tony Poir 啊 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呢 有本事呢 使到老马写一本书来 整本书写出来骂他呢 哎呀这个人呢 还真的是有一点点本事啊 啊 因为整本书呢 就是老马把所有的过错啊 所有22个月西蒙政府的那个所有的过错呢 推到他身上 老马一点错都没有 他西蒙政府做不好 经济下跌 经济下滑 通通不关他的事 通通都是这个 Tony Poir的错 啊 这个是老马写的 啊 因为那个 人家一直以为呢 这个Tony Poir呢 是什么啊 上市公司的那个大CEO 啊 在新加坡很厉害的一个上市公司 很很厉害的一个CEO 所以他就请他回来 做那个财政部长呢 林冠英的那个顾问 啊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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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去看老马那本书 等到写了啊 所以呢 Tony Poir呢 实际上呢 在这个马来人村子当中呢 他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恶劣 非常非常的糟糕 然后很多华人也去挖他的料嘛 什么 新加坡的 大 大上市公司 什么新加坡 大CEO 哎呀 哎呀 好了 那么判前伟 这次惹的这个大货呢 到底有多严重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那个新闻啊 这个判前伟讲那个巫统是那个贪污联盟 那巫统很贪污 他说 下一次呢 你们记得要存不损西蒙 他忘记看日子 知道吗 现在2023年的 6月 昨天讲的23号嘛 现在是2023年的6月了 不是2022年的6月啊 假如你在一年前讲呢 那一年前是这样子呢 现在呢 现在团结政府成立了 你这样讲呢 不是自己自己骂自己团结政府的那个 那个队友 啊 这个不是我们一句话叫找死吗 倒你吗 是不是 啊 所以赶快那个火箭呢 跳出来讲 那个我们的Antoni Locke 哎 这个啊 不代表我们火箭的立场啊 这个这个 完全不是火箭的意思啊 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思啊 啊 但是相信 人家可以接受了 因为这个 通力化的名声足够臭啊 啊 这个名声够臭啊 啊 这个陆造福的名声够好 所以他这样讲呢 应该是人家可以接受得到 啊 他说这个判检委已经没有胆子了 他的言论呢 完全不代表火箭的立场 啊 相信人家还能够接受 所以啊 昨天啊 哇老喂 你去讲那个悟统呢 你去讲那个悟统呢 这样子的 你讲那个悟统的反应不大 啊 所以 人家这个青年团要求啊 马上对付判检委 啊 然后还有讲说 其实悟统呢 可以不用行动坦了 啊 然后 那个他的秘书还提醒了 千万不可以让他在州选举上阵 啊 当然绝对不会给判检委上阵的 啊 这个这个是很肯定的 这个事情 啊 他现在搞了这么一大单的这个租对友啊 你看 啊 等下那个团结政府呢 给他一张嘴巴搞 搞烂料呢 我跟你讲啊 啊 啊 判检委怎样跟 春马来西亚的人民交代 啊 然后呢 这个国阵这边当然啊 啊 这个我们的卫总都来话了 也是大肆批评啊 啊 所以最近真的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啊 这个 这个马华的那个国大胆呢 就刚刚给人家讲成是那个比阿瓦嘛 啊 那个是巫统的人讲的 啊 然后呢 火箭就来讲呢 这个巫统呢 是贪污联盟 你看 真的是周春主要到了啊 这些 猪队友呢 在那边大表演啊 啊 所以 所以 就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去讲啊 啊 现在都跟巫统在合作 合作 合作刚刚半年多了 半年多 大家在尝试摸索性的方向的时候 而且巫统 有没有贪污了嘛 这个事情都过去了嘛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嘛 还拿着过去的事情不放 还拿着过去的事情不讲 啊 哎 未来是很重要的啊 啊 现在的未来呢 我们国家面对这么大的那个挑战呢 啊 现在是马币呢 马币是上不来嘛 马币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会面对的 这么严重的那个经济挑战哦 啊 你这未来不讲 一直拿过去的讲啊 啊 一直过去讲巫统贪污 那个 五国阵贪污 那个 那个以前的事情一直拿来讲做什么 以前的事情呢 过去就过去了嘛 是不是 啊 所以他他这段时间呢 这样讲呢 真的是 猪队友啊 啊 所以那个 尼可明就讲了 他说这个 上个礼拜呢 啊 逃了36亿 就是因为给这个 吓跑的 啊 假如这个团结政府呢 他不能够稳定的话呢 啊 这个国门呢 又重新上来的话呢 钱再逃了 啊 再逃了 啊 OK 我们前期的那个新闻啊 这个 啊 很多人还是不不明白 OK 是法庭判了呢 主来大呢 他必须赔 那个违约金 啊 他一定要一定要赔的 那么他赔了之后呢 总共呢 公正党有21个青蛙 所以现在他要向这个21个青蛙呢 追回呢 每个1000万嘛 所以那个 每个1000万嘛 啊 所以有2亿多呢 可以追回来 所以呢 你想跳槽 你想做青蛙呢 不是说不可以 但虽然现在有反跳槽法了 那不通了 那之前呢 他不是说不可以跳 你配钱啦 给转会费啦 啊 好像主来大他是副主席嘛 副主席你要转可以啊 啊 那个contract里面1000万咯 然后你外加1000万的转会费咯 啊 那个 那个才2000万很便宜了咯 转一个副主席给你哦 啊 是不是 啊 啊 算是很便宜的知道吗 啊 所以呢 啊 这个青蛙的下场 好 所以 现在六周选举期间呢 这个团结政府需要的是合作啦 啊 大家都需要合作嘛 而不是这样子跑一个租队友出来呢 在那边讲呢 讲那个过去的事情一直拿来讲呢 啊 这样子等下 六周选举呢 影响到那个Selango 一个血灶等下输掉 啊 这个 看检委你能够 赔吗 啊 等下那个Selango啊 通通那个按摩店关到完啦 脚底按摩通通给他关到完啦 啊 通力不让你赔啊 啊 我们的生意给他关掉 不可以卖酒 通力不让你赔啊 啊 你负责啊 啊 啊 这讲话就想好好来 那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 就不要在那边讲了 啊 你讲你是经济专家 好了 现在这个马币这样子呢 请 给给国家一些方向啊 啊 人家在那边讲我们国家没有政府 团结政府没有经济方向 你给团结政府一个经济方向啊 啊 一个明确的方向啊 啊 是不是啊 而不是这个时候呢 人家要选举了呢 拿来搞这个内乱吗 啊 拿来搞这个吃里扒外吗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呢 真的是 老马呢 出一本书来骂他呢 啊 现在也能够了解那个老马的那个心情了啊 啊 真的是 最怕就是猪队友 好 对观众朋友呢 看到这个 在这个关键时刻呢 讲这种话呢 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回见